欢迎您收看上阶关心地团的欢迎新闻 尤其台湾一公月时间的北港电池稍微再以后观望结束 不像马祖关公大丘的电池和水头头电池的中队都已经回复关系 其中往来的电池电视行销在地文化是最受到有的观点 昨晚单位北港港的国电池将这个电池来演奏到马祖的圣诞 希望说明正马祖进行的电池可以让UK的地址时 参观北港训义和外国的商店当作家 晚上可以来衍生回到 今年北港电池航龙典区的电池 有很多为工业书和民众到一会上创作 还有有环境的报导 去面很多UK前来参观 虽然北港电池已经结束 但是航龙典区的电池演奏 我们这边北港湘典区已经结束了 但是我们有保留老屋的灯笼跟戏院 还有义权将军护奔港 保留这三个区域 就是说我们游客来北港 跟三个二三马祖先这段时间 我们的拜六礼拜 晚上都会得 要欢迎全国游客来北港拜拜 敬香的时候 可以来这边参观 我们留下这个香荣当区 幻小姐过后刷入来就是马祖先 每年北港条天共有数百万的进行人条 北港港约红希望就出来行销北港在地文化 现在这个老街屋区 就是说我们有这个日本宿舍 还有大概民国五十几年 我们传统的台湾的地方的一个街屋 然后这一部分我们是把它布置成 类似酒分的那个茶楼一样 后面有一个戏院 这些戏院也很特别 我们就用这个北港的戏院 还有云林的甘马店 还有奔港的百货店 北港港约红的付借人刷向伦表示 航荣店铺的电出 是很多为港约书与民众的创作 为了没要顾富他们的用心 希望民众来拜麻祖 晟晚期 看电纜 因为我们这两间 我们这三个是 把居民接屋和屋主人接 所以说他们同意说 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保留下来 因为他也不会去妨碍交通的问题 所以说这三个区域就是 是以之前制作下来的 一个灯区的保留为主 除了航荣店铺的电出 英雄和马祖生以外 北港港约红来民族 也有九年的港约电纜 电线到四月底为止 欢迎民众把握机会全容观赏 北港工艺房每一年都会 以当年的生肖为主题 邀请不同的工艺师 然后创作不同媒材的工艺 然后这次的展览会到四月底 四月三十一号 北港条天共的进行人条 对抖马祖生越来越接近 苗前苗后也越来越老热 既成环红昆插风报导 可以这边旅行吗 进口中掌握了 入口中掌握了 大的你